你知道真实的阴间长什么样吗 这本号称从地府带出来的奇书 描绘出了最残忍冷酷的地狱场景 这并非危言耸听 看完这条视频后 你就会扪心自问 我还敢做坏事吗 保持住你的好奇心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 描绘民界地府的奇书玉利宝钞 视频重在了解民俗文化 还请理性观看切莫迷信 玉利宝钞虽然在民间广泛流传 但对于这本书真正的来历 却知之者甚少 相传一个叫弹蚩的修士 在九月重阳节的雾尘日 独自出门闲光 当他一路跋山涉水 行之到高山的某一处时 却被眼前一座处立的石碑 瞬间吸引住了 这石碑上如转子刻着五六十个大字 讲的大概就是因果轮回 善恶报应等等 他弹蚩看后一时心神不定 但此时他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神游太虚的境界 也就在恍惚之间 他便被带到一处神秘的王宫 这王宫金碧辉煌 珠红色的大门上方 还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出生入死四个大字 这弹蚩惊疑之间 只见大门内走出一位 身穿轻衣的使者 迎请他到殿内 后来得知 原来这天是丰都大帝的生日 只见殿内华灯金拙 热闹非凡 一众鬼神纷纷前来祝贺 弹蚩见状不敢怠慢 也跟着一路参拜 这丰都大帝 看见他并没有半分疑惑 而是十分高兴 毕竟他乃一介肉身 勿闯冥界 可欠其德性 异于常人 此时丰都大帝心中 灵机一动 有了想法 原来在很早之前 地藏王菩萨 因不想世人再度行恶 以免堕入地狱受苦 他便发下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的宏愿 但后来发现 世间作恶之人 原来超过行善之人 地狱人来人往 不减反增 在此情况之下 他便与十殿阳王商议 能否定下清规戒律 让世人知道 因果轮回 善恶中有宝 以此来警戒他们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因此他们便决定 将此汇集成一本书册 如果有人看了这本书 能对自己曾经犯下了错误 真诚悔悟 改过自信的话 那么他身上的恶意 在死后就可以从情发落 免受地狱众多苦行 但如果他们一再作恶 并无半分悔意的话 那他们也将遭受重刑研法 这些条例通过各路神明汇集 最后经玉皇大帝恩赐 这本教人行善的奇书 玉利宝超便由此诞生了 但问题又来了 该让谁将这本书 传达给下界之行呢 而对于此时诞车的到来 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你是否想过 人死后将会去往何处呢 而传说中的十八重地狱 又是否真的存在 这本号称从地府带出来的奇书 一定会颠覆你的认知 视频正在了解民俗文化 还请理性观看 切莫迷信 在民间传说中 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时空 而那些意外或者是不明原因 亦或是含冤而亡的人 在死后会进入到民间的汪死城 在他们看来 这些人阳寿未尽 心多有不甘 所以他们这些人 多半会带着怨恨 必须在阳寿耗尽后 才能投胎转世 而对于这座城的描述 玉利宝超中 也持不同的看法 这本书则认为 去不去汪死城 要取决于他们在世时的行为规范 比如那些大善大孝 又或是英勇牺牲的烈士 他们会跨过苦行 受到特殊的待遇 要么成为神明 要么直接跑去投胎 无独有偶 血污池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会因为生育留下血污 就会被送往血污池 相反 生育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只有那些不尽神明 在神像前大行污秽之事 又或是经常杀生 其血又沾满祭祀器皿的人 才会在受尽苦行后 被打入血污池 而唯一能让他们超脱的办法就是 让其世间的亲人 替他多行善事 当善事做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 他们方能解脱 而在这本书中还提到 如果有人知恩不图报 有能力却见死不救 甚至看着恩人受困受难 却无动于衷 还对其恩将仇报之人 那么这类人将会投生成山精水怪 纵使他们生前有多大的功德 也只能免去一些苦肉刑罚 他们不仅无法转世成人 更是会成为古怪精灵 但这类人并不是无药可救 只要他们诚心悔悟 就会本性具足 那么才有可能投生好的地方 不然的话 他们面临的就是 雷电击打 永世不得超生 那么十八重地狱的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传说 这是一本从地府带出来的奇书 它所描绘出来的地狱场景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 难道轮回转世都是真的吗 视频正在了解民俗文化 还行理性观看 切莫迷信 在描述地狱这方面 书中则认为 因斯共有八重地狱 分别被十电眼阎王管控 每重地狱之外 各有十六重小地狱 而人死后 也会根据自己的罪行 将每一殿的刑罚授完 才能最终转世投胎 而掌管第一殿的 便是秦广王 他专门负责 人的寿命 以及生死审判 若是善人寿终 则有可能前往天堂 或是往生西方极乐 但如果是公民各一半 则会被遣送到第十殿 再安排到人间投生 但如果生前做的恶事 大于善事 此人便会送往聂静台 此时镜子会照出 他们在世时的各种恶行 其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警醒 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犯下的事 不会有人知道 其实这一切 都会被带到民界地府来 而在第一殿审判完之后 就会被压解到第二殿 这里是根据罪因决定 用什么刑罪 这第二殿的掌管者 是楚江王 他掌管的地狱 名为火大地狱 此地狱纵横八千里 旗下设有十六个小地狱 这十六个小地狱 是根据男女罪行的大小 设置的刑罚地狱 比如那些经常损人利己 谋财拐骗的恶霸行为 会根据其罪行的大小 再区分送往大小地狱 直到兽刑期满 发放到第三殿 依次兽刑 这第三殿的掌管者 名为宋帝王 他掌管的是黑神火地狱 此殿专门对付忘恩负义 背信弃义 捏造 损坏他人名誉 为自己牟利之人 他们兽刑的方式 同第三殿一样 大小地狱会在此恭候他们 但如果他们能在二月初八这天 成群悔过 并发誓绝不再犯 此后便会被免于刑苦 转到其他府地 然后第四殿的掌管者 是五官王 负责的则是和大地狱 对付的就是那些 爱占便宜 偷税漏税 迫害环境秩序 又魅惑人心的吝啬之人 第五殿则是惩罚那些 不敬鬼神 滥杀无辜 欺善怕恶 又死不悔改之人 这第六殿到第九殿 他们的刑罚也不尽相同 有的惩罚不尽天地 破坏书籍和浪费粮食之人 而有的惩罚则是 忤逆尊长 捏造是非和不良嗜好之人 若有人不知道孝道 不明是非 将会被送到第八大殿 而危害社会利益 散布谣言者 则会被送到第九大殿 这每个大殿都有对应的惩罚 没有多少罪行 就会有多少刑罚在等着他 当这些刑罚一一授满之后 才能进入到最后一殿 也就是第十殿 转容网殿 这一殿最后 用来核定一个人罪服的大小 来决定此人将来去往何处 而这些内容 统统都被记录在这本 玉璃宝钞之中 虽然内容不乏经过后人修饰 但却能对世人起到警醒的作用 它用因果报应 让世人知道 去恶从善 才能善待宝贵的人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 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